谢谢听众朋友的关心 我今天虽然64了 我认为说了点书还是应该不成问题的 只是现场评书呢 跟这个录好的音的评书不一样 刚才咳嗽就是个事儿哈 如果我们在书馆说书 那咳嗽一声啊 喝点茶 喝点水 跟听众聊聊天都很正常的 但是呢 电台呢 这个直播终究呢 跟那个书馆还有些差距 但是呢 跟录音也有差距 所以我说错了呢 请大家原谅 我尽量呢 把它说得非常完美 但是人无完人 肯定还会出现很多纰漏 请大家多多指正 上段呢 咱们说到了令相如 手里托着和尸臂 站在一颗垫柱旁边 双眉倒树二抹原争 立声跟秦王说 我们赵国也知道 怕必到秦国 而秦国的城不能给赵 所以呢 陈以 一个成功的身份 跟赵王说了 不一之交都不可期 何况 秦王是万胜之君呢 我是立牌众议啊 哦 那么说令大夫 是你立牌众议 才将宝币送到我秦国吧 大王啊 我跟我家大王说了 赵国大可不必 以小人置信夺人 为这款和尸臂 得罪秦王 人言为信 秦王又岂能一一臂 而失许于天下 所以呢 我家大王听了 为臣的话 摘戒五日 不动昏脚 必成必定 为功为谨 请出和尸臂 郑重的命小臣 奉命 而来到秦庭 我国的国君 敬重之心 赵如日月呀 可是为臣来到秦国之后 大王啊 你坐在你的玉座上 受了和尸臂了 你不但左右文武大臣 闯关此臂 而且叫后宫的美人 随意玩弄国宝 如此的亵渎宝币 使为臣万分惊诚 大王 你写信给赵国 愿意用十五连城交换和尸臂 今天十五座城 未入赵图 币 岂能属于秦哪 据臣看来 大王有霸诞之心 我交成之意 因此律师小弟 宝币 重归我手 林向如说出这些话来 宫廷之上文武群臣是一阵大乱啊 哎呀 大王啊 小小的招式竟敢如此为无礼 实属胆大妄为 欺我帮太圣 大王请您传旨 斩 令向如之头 一阵我秦国的国位 这个也说 那个也说 秦王是勃兰大乱 一阵一阵大乱 李向如你好大的胆子 还不把宝壁呈伤啊 糖尿闪是顶获不抵其算 秦王这意思说得很清楚啊 只要我一声令下就把你令向如下又不哭 秦王说到这儿 就听殿外的假事啊 晃身形擦朗朗假印声音响 身形晃动 冰刃撞冰刃的声音 擦朗朗朗就响了 令向如侧目往外边一看 殿外的假事们一个个如狼似虎 横为立目就看着殿上 令向如非常激进啊 他就觉得殿外这些人虽然晃动 刀枪之响 但是只见人晃而不见人上殿啊 令向如心里就有点了 心说这是秦王怕我把这避毁了 如果避毁了 我也死了 他弄得杀人不落凉拔血 哦 他虽然有这样的话 但是这些人瞧着他眼神 秦王不敢让他们动手 好 要这样我令向如就更好吧 这就是令向如抓住了秦王的心里 咱们说到这儿了 我们学过历史的人 爱听书的人都知道令向如完毕归招 可是当时令向如呢 他并不知道殿上发生什么情形 所以您看人的聪明 那不是事先预备好的 随机应变 见景生情 那才是真正的聪明 令向如面对此情此景 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式 他抓住了秦王的心里 令向如一阵狂笑 哈哈哈哈大王啊 微臣是个书生 文弱无力 话贼如此 三君可夺帅 匹风不可夺制 如果大王要强迫臣交出和尸笔 你来看 令向如说到这儿 右手就把这和尸笔举起来了 左手一指的柱石 就这大柱子顶下这块基石 沉着头与和尸笔同碎 我此 秦国也休想得到和尸笔 令向如说到他可做得到啊 他的眼睛斜看着柱石 那意思 你们要只敢过来抢这笔 我啪他一下鲜水笔 然后我一头碰死 叫你们鸡飞蛋打搞条墙 秦王真是气急败坏呀 再一看令向如眼珠子都红了 凛然而立 秦王道西立口良解 心说这种人是不能侵犯的 那秦王也是个人物啊 秦王立刻转怒为笑 给自个儿找台阶 众位成功啊 你们哪一个也不可轻辱令大夫 如果有对令大夫不公者立掌 林大夫不要动怒 寡人欲取信于天下 岂肯施信于赵国 来啊 看十五层地图刺热 是 侍臣们赶紧把地图乘到运案上 打开了 秦王用手一指 林大夫你来看啊 这就是西层十五层啊 啊 你看看 从这儿到这儿啊 不论指着地图说 而且把十五层城的人口地母钱粮 全都讲给了立项如 那秦王打算干什么 我不是骗你 这地图在这儿我给你讲啊 他讲的借着机会 想把立项如框过来 只要立项如离开这店主一步 他一地眼神 插了一下 百官望上呼啦啦一围 把立项如按铁抢走壁 我看你有什么办法 你摔都摔不了了 你望着机器上摔 百官望上一围 你这壁都没法出走了 那立项如多聪明啊 立项如抬头一个主意 低头一个见识 那立项如聪明头顶了 拔着一根眉毛来 都能吹出抖然迷法索拉西兜来 那还是立体生的 要个人能完成这么大的使命吗 立项如看穿了 秦王 你想把我框过去抢毙吗 哪能让你如愿 立项如寸步不离开这颗殿重 大王 赵国天胆也不敢 爱着西式的宝物而得罪秦国呀 所以为臣临来的时候 我家大王摘戒五日 召集群臣同伴宝贝 然后才命为臣至秦 大王您既然要兽臂嘛 也应该斋戒五天 陈中设定摆好车路文物 摆开全份的仪仗 赵文武百官 锦衣秀府举行隆重的兽臂大典 到那个时候 为臣才敢奉闭于王前 不然的话 随时是不敢从命 秦王如何对待立项如 咱们稍后再说 面对立项如 秦王可没办法了 只好耐着心等五天吧 好好好 就一临大夫 摘戒五日之后 挂人再受病 大夫 请大夫冠一案写吧 遵旨 令相如手捧何时臂 下殿走了 秦庭之上 这文武官员不平啊 大王啊 您威慑中原 秦庭之上 其中数字猖狂 令相如无理太善呢 秦王摇了摇头 寡人岂能失心呢 不过再等五天也就是了 早晚必归我手 秦王散逃之后 马上命人把管义的议长叫来了 你给我看见了 随时观看令相如的动静 给我看住了宝贝 是 咱们单说令相如 回到了管义 从人伺候着 令相如到屋中 先把这玉堵打开 把臂放进去 把玉堵安置在桌案上 然后行礼参拜 就跟手下从人说 你们众位 在这儿好好保护 何时臂啊 秦王已然说了 五天之后 在手臂 这五天之内 秦王要摘进沐浴 这一切情形呢 这管义长全都看清楚了 就密报给秦王了 这位义长每天想方设法都得看看那玉堵 就这匣子 他才放心呢 他不闲着 这令相如可也没闲着 他早就筹划好了 因为自己在赵王面前夸下海口 说下朗言大话 秦国不给十五年成 我就完毕回到 现在看来 给成的事情 十分渺茫啊 倘若五天之后 秦王受了毕 仍然不给十五年成 我又应该怎么办呢 难道说 这要施必于秦吗 这样不但有损赵国的国威 也被天下众之后耻笑 我有什么脸面 在回秦面见我家大王啊 令相如下定决心 晚上夜景更山 整个驿馆鸦雀无声了 他把这几个从人叫来了 就临走的时候 上车的时候 吩咐的那五个人 他让这五个人干什么呢 到了秦国之后 别闲着 马上跟各国的商骨交朋友 因为那时候做买卖 他不分国界 打听好了回赵国的小路 回赵国的捷径 所以令相如 头几天呢 早就想 我应该怎么办 这主意安排下去了 大家伙也全都办好了 所以呢令相如 每天呢 把玉珠仍然放在案头上 迷惑秦国人 在这参拜 其实呢 他偷偷的 已然把这和时币拿出来 装到一个破旧的布口袋里 裹好了 就藏在一个激凌的从人的身上 让他乔装改扮 随着商人走小路 平安回赵 面前赵王把和时币盛上 把自己的话 奏于赵王 这个从人 顺着小路回到赵国了 把和时币忘成一成大王了 令大夫说了 恐怕秦国不给十五年成 所以命我 把币送回来 币归不于亡了 令大夫 带罪秦国 但愿 他不辱军民 哎呀 赵王建造的和时币完整无缺 完毕归照 可是 这令相如呢 赵王非常担心 他 令相如在秦国还没有了结此事 那秦王又一生气 还不把令相如给杀了 五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秦王呢 假装着 斋戒 五天 沐浴 更衣 驾临 张台 沉重 列领 大摆一丈 文武百官 一律穿的都是新衣服 锦绣衣室 而且秦王把各国的诸侯使节 全都请到了 非常的浓重 秦王传下旨意 命造过亲使令相如捧毙上殿 赞礼的官员下殿街 去引令相如走御路来面见秦王 令相如使步履安详从容而尽 来到殿前 匍匐在殿前 陈令相如参见大王 秦王一看就愣了 令相如 倒是如约而至了 可手里什么都没有啊 他这臂呢 贵使 免礼平身 寡人 依然斋戒五天 今天举行 授逼大典 你空手而来 是何道理 令相如站起来了 非常的震惊 手里 呼吁 微微笑 大王啊 你们秦国 自木工以来 相传二十多代 君王 往往已诈数 欺人 愿则命蒙欺禁 禁则商鞅欺位 更甭说张仪欺处了 用反间计迫害了欺处的联盟两次欺处 往事历历 你们是全无信义 微臣此次奉逼入侵也恐怕 见妻于大王父国寡君臣万不得已 命从者执币问道回道 留陈一人再死君田 整个殿前鸦雀无声 吕响如好大的胆子了 说你们秦国相传二十多百君王 总是以诈处其人 远则孟明其境 对于孟明这个人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呢 这个人就是百里西 百里西跟百里孟明 是一个人 百里呢 是姓 他叫氏 自证明 那西呢 是奴隶的称呼 所以呢 有人说百里西自孟明 可有人说呢 这百里西呢 就是这孟明的父亲 孟明呢 是百里西的儿子 春秋时代 这孟明是秦国的大夫 公元前六百二十七年 奉秦穆公之命 出兵伐政 没想到遭到了晋国 君主的伏击 三年之后 他要学这场吃炉 指挥人马伐晋 过河就烧船 结果 大败晋人 林响如说的是这件事 孟明其境 这是望远的说 晋则商鞅其位 商鞅就是公子鞅啊 出身魏国 也称魏鞅 因为他变爬有功 强大的秦国 国君呢 封于商 这商呢 就在尔军的陕西商县的东南 所以呢 又称他商君 因为秦宪公之子秦孝公啊 一看众诸侯都看不起秦国 他就下令求贤 任由卫秧 就是商鞅 商鞅变法 修行开辟 天末封疆 把土地的受给农民 致力于农业 所以是秦国强盛 秦国的天都到咸阳 屡次战败卫国 秦国呢 拓展江土 就到了落水已冬了 所以令向卢说 你们秦国远则 梦名其尽 尽则商鞅其秦 更不说张仪 两次其处了 你们是没有信义之人 所以呢 我已然 让我从人 把币送回去了 留下我一个人 不就死吗 我再死今天 秦 秦王是勃然大怒啊 四个字 剃腿如牛 啪一拍转 大胆令向头 牵着你道 寡人不敬 寡人 乃如约 摘戒 手臂 如今你当着 满朝文武 各国使节空手来见 明明是欺负寡人 啊 誓孤枉 如武 你该 该当十罪啊 来呢 哇 这武士呼啦啦 蜂拥而入 就把 吟向炉 绑起来了 来 把 吟向炉 绑起来 砰 这砰 可了不得 惨不人道啊 游到 到大井里 下边烧火 烧开了 把这 瘦身的人裹上 两个武士 手里拿着叉 往这里 扔 然后掉过来 再砸这双腿 这瘦型的人 就成焦炭了 来呀 把 吟向炉 给我 砰 驾驶 驾好了 顶里立起来了 武士 驾着 吟向炉 要往这 油顶里 肉 要 砰死 吟向炉 向炉 性命如何 哦